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高兴你能够在IPCC连续工作将近20年吧 我参加过第三次苹果报告 当时在海平面上升这一帐里面 作为一个主要作者 我在第四和第五次苹果报告当中 在IPCC第一工作组分别和苏珊·Solomon在第四次 和Thomas在第五次苹果报告当中担任联合主席 这个时间加起来将近20年 这个IPCC是一个在联合卉下各个政府组织的一个科学家队伍 它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 也有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当中的科学家 这个可以说你知识面涵盖得非常之广 从这个大气科学到这个冰农圈到这个古气候 一直到海洋 一直到人类经济社会等等 那么全世界这样七八百位在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 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气候系统发生的科学变化的事实 它的影响它的脆弱性 以及它的减缓气候变化进行综合研究 可以说这是一个科学上的创新 我认为它是从自然科学到影响各部门的区域科学 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甚至环境外交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也可以说IPCC这个科学和气候变化研究这个科学 已经成为当前地球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学科 第五次评估报告 在不久就会正式发表 那么第五次评估报告和前几次评估报告 在我们第一工作组里面来看到 起码我们在观测方面 有更多的证据 证明过去几十年以来 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和其他的一些物质 导致我们气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 从而更证明了第四次报告的也基本结论 因为我们在地球系统模式 我们在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等等这一方面都有新进展 但是气候变化科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科学 要想认清楚自然界气候系统变化的详细情节 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科学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地方 因此我觉得气候变化 这个气候系统变化的科学 在今后还会进一步到达发展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沿着IPCC 第五次IPCC这个思路 在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 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到我们自由一个地球的环境保护这一方面 做出更多的贡献 所以我希望IPCC的工作 能够沿着这个道路继续下去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感觉到 目前世界上科技界和决策者 都感觉到 都认识到IPCC的影响日益强大 纷纷组织各种各样的评估报告 比如在我们中国 我们就有国家报告 也有科学报告的评估 我们在生态系统 在水 在湿地这方面 都有些评估报告 我想这一切都是IPCC 工作的一些直接见解的结果 它对我们促进人类 更合理的使用和自然界 保护的自然环境有重大的意义 我很荣幸你在过去25年当中 大部分时间你参与了IPCC的工作 从一名主要作者到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以及作为IPCC的Bureau member 可以说你从研究工作到组织撰写 在IPCC第一工作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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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问题 而这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 他们的研究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比如像我们国家在中国 我们第五次评估报告 第一工作组组织 民选科学家可以说你是非常竞争的 竞争非常激烈的 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工作组里面 一共14章 我们有18位作者参加这项工作 而这些人现在都成为这个国家 就是我们中国在科研单位 在这个部门 在高等院校当中的研究和业务骨干 可以说你这个IPCC 对这个发展中国家 气候变化科学的理论这一方面的 这个促进也是很明显的